大家好 歡迎收看Breeceburn休假 我們很久沒有上影片了 所以這集要帶大家來走一趟我們的歐洲之旅 不是啦 我們其實是帶大家帶到 Gold Coast 旁邊這個 Timberley Mountain 上的波蘭餐廳 走吧 為什麼今天呢 選擇帶大家來到一個這麼遠的餐廳 因為就是好幾年前我跟我的好姐妹來過啊 但是很不幸的 她就是因為一場森林大火 把他們餐廳部門就整個給燒掉 所以你們看得到 她的餐廳現在是重新整修 而且他們三個月前才重新開幕而已 所以她的整個風貌都是很新的 然後你們看 最近的天氣 有點失望 我們現在拍攝時間是2020的1月 所以我們還是受到那種森林大火的影響 所以你們看天空都是這樣霧霧的 我給大家看我之前來的照片 超美 超美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推薦給大家的原因 幫我後製一下 我們剛剛已經先幫大家御點了 你看這個紅色的這個是他們的Synetra Dish 他們的櫻桃鴨 這份量超大一隻滿滿的一隻鴨 前面這個呢 很像起司在上面的 它是我們的豬 豬腳 對 它是我們的豬腳 因為它的份量都稍微大一點點 我要推 就是建議一下 價錢也不便宜 所以建議人多朋友來的時候 可以一起share餐點 然後如果像你們下午想要來 就是喝個下午茶看個景的話 如果只有兩個人沒有關係 他們營業到5點 你們可以就點杯咖啡或點一杯酒 這樣也ok 我要開車啦 天氣太熱 我一定要先來一口啤酒 我要推薦這一瓶 大推特推 員工說它裡面是有加Honey的啤酒 超香滿口的蜂蜜味 那我們先從這個櫻桃鴨開吃了 這道菜啊 我之前來就已經有點過 因為它的口味是比較偏酸甜酸甜的味道 所以可能對於有一些人可能會覺得 它的味道可能很不像我們熟悉的那種口感 但是波蘭菜就是這樣 它鴨弄得超嫩 而且處理得非常好 完全沒有那一種鴨肉那種很韌的味道 然後它給的那個picos很大方 這邊一坨整個都是picos 我要跟大家說它的上面的櫻桃啊 我上次來跟我們的老闆聊了一下 他說他們的櫻桃都是採用那一種很小很小的櫻桃 對所以它呢 它的那個你看不出來它是 你要正常理解櫻桃可能是這麼大顆 但他們是用小小的小紅莓那種小櫻桃去釀造 所以它味道整個是酸的 你們有看他們的盤子嗎 它整體感啊都非常波蘭風格 然後剛店員過來的時候頭上戴一個小花 他們每一天喔不管多熱多冷 都是穿著他們的那種套裝在surf 所以你會有一種就是身歷其境的感覺 很像自己真的在歐洲 接下來幫大家試吃我們的第二道就是 德國豬腳 欸你們會覺得在波蘭餐廳怎麼點德國豬腳呢 欸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餐點上 這個也是熱門的食物之一 我幫他試試看看喔 喔這個肉看到沒 欸超軟的 Oh my god 欸 你看 它的肉是粉粉嫩嫩的欸 我以為是那種乾乾柴柴的德國豬腳 嗯 好吃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鹹 所以我還是要配啤酒 我們剛剛點完了主餐完之後我們就想吃這個甜點 結果我們把甜點一放上來啊 它這個彩色的鸚鵡它就直接過來了 超可愛的 你應該是對這比較有興趣吧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看來看鏡頭了 我非常推薦大家可能下午的時候你們想要來看黃昏啊 可以下午來點個咖啡點個甜點 剛剛你們看到這些鳥他們就會主動過來吃這些東西 而且全部都是野生的 而且你看它這樣一覽無遺的感覺 心情會很好 重點是離Brisbane也不會到太遠 我們幫大家做個剛剛吃下來我們餐點的總結 就是櫻桃鴨它分量很大 我覺得它的口味好像比較適合女生 女生我帶女生朋友來全部都很喜歡 對於男生朋友他們就覺得 嗯 他們能把這個錢去買更就是其他口味的食物 所以我會覺得女生會比較適合像這種餐點 酸酸甜甜的 那至於剛剛我們新嘗試的那個豬腳啊 第一口它肉是嫩OK 但是到第二口第三口會覺得有一點在吃那個土搖雞 太過於重鹹 然後味道有點比較不符合我自己啦 所以我覺得下次來我還是會推薦你就是點櫻桃鴨就好了 OK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那大家我們下次見啦掰掰 掰掰